如果您有一段比较长的视频 然后呢 只想截取里面的一小部分 一小段出来而已 那么直接让我想的话 我想到最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视频呢 全屏播放 然后我们开启一个录屏软件 就可以录下其中的一部分嘛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视频呢 拖进这个剪辑软件里面 我想获取中间的这部分 那我就把前面的切掉 后面不要的部分切掉 接着再把这段视频呢 导出出来 就可以获取到 视频中的一小段了 这两种方式呢 在我看来都不够优雅 首先呢 录屏它出来的质量 肯定是比较差的 然后呢 第二种方法去剪辑软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免费 可以用的有剪映啊 达芬奇 或者我们使用这个比较传统的PR 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但是在我看来也不够好 因为这种方式呢 会对这个视频重编码 重编码呢 它一来比较耗时 二来呢 它这个视频呢 或许它导出来之后呢 会跟原来的视频有些不一样 可能呢 画面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但是呢 这个码率 你就不要难控制它了 比如说你码率调高了 那么这个视频质量可以 但是呢 它的体积会变大 你码率调低呢 这个视频的画质就会变差 所以在我看来呢 这两种方法都不够优雅 所以接下来 我们介绍一个免费开源的软件呢 它可以非常优雅的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呢就是使用起来非常快 非常好用 这个软件叫Loss Let's Cut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无损剪辑了 它现在在GitHub上面呢 是有接近差不多两万颗星的 是属于一个比较受欢迎的项目的 那么接下来开始教大家怎么下载 以及使用它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项目的GitHub页面 就是长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要下载的话 就是找到下面这里的Reduce 现在目前呢 最新的版本是3.58.0 然后呢 我们往下滑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Linux 有Mac 但是没有这个Windows 我们需要点击下面这个选项 它才会出现一个win 然后X64嘛 64位的Windows系统 目前呢 我们Windows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下载之后呢 就能获得一个压缩包嘛 7在结尾的压缩包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就是这些文件 那么我们把它解压出来 现在来看一下 我现在把它解压出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找到这个EXE结尾的可执行文件嘛 软件就在这里了 我们直接双击就能打开它 然后呢 第一次打开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中文的 它默认是英文的界面 我们需要点击右上角这里的小齿轮 点开之后呢 把这里的语言更改一下 改为中文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用它来截取这个视频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 我这里呢 是准备截取我录制的一段游戏视频呢 截取里面的一小部分 这个是我之前呢 录制的一段游戏视频 然后呢 我主要就是为了录制一下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里 我打掉了这个BOSS之后呢 他跳了这个成就嘛 我主要就是为了录制他跳成就这一部分而已 那么这部分呢 我给他十秒钟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一分钟的视频 我不想存储他 因为他有两百兆左右的 占用我的硬盘空间嘛 我只需要截取里面这十秒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拖到我们的软件里面 把它拖进来 然后拖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是时间轴了 这里默认就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点击这个高级选项的话 就会多出一些按键 但是我们使用它默认的这个视图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操控的就几个按键就可以 我们可以呢 用鼠标来拉动这个播放的条码 跟我们视频网站呢 拉动这个进度条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拉动 可以看到我是在这里跳奖杯的 在这个跳成就之前呢 这里 然后呢 给他一个左边 就是从这里开始 他就前面的不要了 然后呢 再往后面拉 就是这个成就消失的地方 这里就够了 后面的也不要了 就是点一下右边这个小手 那么现在呢 就是可以截取至中间的这一小部分了 我们点击一下右下角这里的导出 默认的话就是导出到你原来的视频放在哪里呢 它就依然放在哪里 我们点导出 现在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旁边的多出来了一个新导出的视频 这个是时长是9秒 那么可以看一下 原来是这个215兆 而现在呢 这个视频是34兆 少了很多嘛 但是我觉得它最好的一点就是 你看它根本没有一个处理的时间 比如说我自己再截 截多一段吧 我截一步 截个比较长的 你看我自己直接导出 它立刻就好了 它根本就不需要处理时间 因为它这个 并不需要对这个视频重编码 所以就非常的快 接下来呢 讲讲我对这个软件的理解呢 我觉得我们一个很长很长的视频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类比成一本 有很多页的书的 那么这个软件 它做的呢就是相当于 我们一本书 如果我们要截取里面的几页的内容呢 这个软件要做的事情就相当于 我们直接把这书里面的几页内容 直接把它撕下来 所以呢它非常快 因为我们撕几页书是非常快的 它的好处呢就是 书里原本是什么内容呢 它就是什么内容 而且什么排版什么的是不会变的 因为它是直接从里面拿出来的 不改变的 而我们如果把这个视频呢 放到这个剪印啊 PR这些软件里面 去剪辑之后呢 再导出就有点像呢 我们复制张贴 或者说呢 我们用手抄书本的方式呢 把它弄出来 把它复制一份这样 那么我们手写的话就是会慢很多嘛 就相当于这个视频呢 再重编吧 所以它就会慢很多 然后呢 这个软件呢 我们除了用来这样把截取游戏视频里面的部分内容出来之外呢 还可以用它来截取一些电影 比如说我刚才呢 试过一部这个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嘛 是这个MKB格式的电影 把它拖进去呢 然后它也是可以正常识别到的 然后也是可以啊 截取电影中的一部分内容出来的 不过这份我就不放出来 因为这个电影呢 放在这个视频里 可能会有这个侵权什么的 所以我就不放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是可以 它是可以处理这个MKB的电影的 所以如果你们又是有一些电影的 比如说里面的部分内容呢 自己很喜欢 也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截取电影中的内容 那么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无损剪辑这个软件的用法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